直播 我是楊帥,今天的你吃煎餃吧 今天來到台東市見解密的麵架惡券 這家總共在高雄 台東市是分店 然後它的冰花圓盤尖餃非常厲害 12顆95塊 然後它可以選兩種討餵併在一起 等一下我們試試看它的尖餃 如果你來現場吃的話 豆花是吃不用錢的 那你也可以吃豆花 超級的划算 其實來這裡我最主要是要吃豆花的 這個尖餃是順便的 像會有機車嗎 應該還好吧 有醬油還有菜脯跟辣椒 它的菜脯看起來很厲害 一顆一顆 形狀都很正方形 看起來就知道是手工切的 你在菜市場看到一些菜脯都是用機器攪的 這一定是手工切的 所以方方正正的吃起來 它的橫切面比較多 吃起來非常的脆 而且又辣又鹹 哇 這菜脯 哇 超鹹的 它就不能用一些糖啊 它稍微壓一下鹹的味道 或是跑水跑久一點 哇 這吃起來真的很鹹 我的媽呀 小小一顆烏力超大的 哇 各位看一下 來這裡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豆花可以吃不用吃 吃到飽味 而且那麽豆花 燙燙啊 就是哪些早上先做的 配上那個糖水 喔 怎麼超划算的耶 五六碗應該是沒問題 我們的冰花煎餃來了 在旁邊這個雪花 後面還做雪花超大 超大一排 哇 這煎餃外皮看起來非常好 漂亮耶 而且也很大一顆 非常飽滿 試試看 雖然說它湯汁沒有非常多 不過它整個是很飽滿 它的 皮啊 其實比較有咬勁的那一顆 就比較厚一點 這樣子啊 鹹的過程當中啊 它比較不容易做出來 鹹粉 加水 加油 加熱煎 就會變成這樣 雪花 這家比較可惜的是 就是啊 它皮啊太厚了 我個人喜歡啊 薄一點點 吃起來啊 我覺得不要有太多 負擔 就皮有點太厚了 太中市呢 煎餃部分 它一家肥小麗 它就是小六五丁 它那個煎餃啊 就非常的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我真的覺得很要趣 在這邊吃豆花 吃豆花 吃豆花 不過呢 老闆認真是很大廠 他剛才介紹了 而且沒有醬油再掛 加進去豆花裡面 變成什麼 變成鹹豆花 吃甜甜的豆花 才會有幸福的感覺 很開心啊 我是廖帥 我認真廖 今天呢 就在這一個 第三碗 點肥豆花之中 可以說 拜拜囉